Pokemon 出了新的手游 還要去對戰遊戲 大家下載了嗎? 去吧比加超 比加比加 Pokemon Masters 是一隻RPG遊戲 玩家的目標就是要拿到世界Pokemon大師賽門票 以及贏到比賽 過程中又不斷對戰 以及收集不同的訓練家和小精靈 咦?他沒得捉小精靈的 雖然他以對戰為主 不過他和歷代的Pokemon對戰遊戲有很大分別 最大的分別就是每位訓練員只有一隻固定小精靈 他們會組成不同拍組 想要有多些拍組 就要扭蛋又或者打主線劇情 而拍組都會不斷增加 不過和之前在地圖上捉小精靈不同 可能未必那麼耐玩 而小精靈也減化了很多不同之前的Pokemon作品 無論這隻小精靈有多少種屬性都好 他都只會給一種屬性克制 除此之外 他還取消了正傳作品中 小精靈的努力值 性格、能力猜疑等等 好像兩個同事 將同一隻小精靈升到一樣的level 他們兩隻的能力值完全一樣 打他 打他 耶 贏了啦 今次的對戰方法是三打三的對五對戰形式 玩家可以自由組合不同拍組出戰 除了一般Pokemon招式 還新加了訓練家招式和拍組招式 如果要將精靈進化 只要達到它可以進化的level 就會開多個拍組劇情給你打 但在打之前都要去商店買進化道具 有些精靈還可以用於拍組招式之後 就可以Mega進化 打完整場戰鬥 去不像很多手機RPG的遊戲 打關是要扣體力值的 所以你可以不斷打一些升級level 和領導具的關卡 只不過你需要的就是時間和耐性 但想和朋友連機一齊打合作關 就要等第十一章才有 雖然它是免費APP 但如果你想用最快速度 儲齊所有拍組 就難免要課金啦